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一度的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是2月16日晚上在香港将军澳电视城举行 终极大奖最佳剧集由医疗剧跳跃生命线获得 该剧是TVB2018年收视最高的剧集在豆瓣的评分为8分 也是该年度TVB剧集在豆瓣的最高评分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另外,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 也就是俗称的世帝事后素来是外界最关注的奖项 结果世帝由入行25年的艺人马德中获得 他也是跳跃生命线的男一号 而事后就落在了今年背受TVB力捧的36岁当家花旦李嘉欣身上 在7月首播的剧集《比比来了》 李嘉欣演活了一个新手妈妈的心酸 备受观众好评 多年来被誉为世帝事后安慰奖的最受欢迎电视男女角色 就分别落到了TVB亲生子马国明跟前亚洲小姐陈伟的身上 两人都是凭借重头剧《攻心计二生攻计》获奖 另外,最佳男配角的得主就爆冷了落到了 事干的法官阁下的梁列维身上 最佳女配角的得主 来自爱回家之开心宿地的大小姐林淑敏 而最受欢迎电视拍档 就有好兄弟肖正男跟曹永莲 凭借综艺节目《兄弟大茶饭》获得 肖正男上台领奖时 更宣布跟同属TVB的当家花旦黄翠如已经结婚 成为当晚的亮点之一 香港知名电影出品人向华强 12月16号晚上在香港的湾仔毛酒店 举办了70岁的生日派对 大批的圈中大派好友 以非常隆重的打扮硬要道场 堪比金像奖的红地毯了 派对当天正好TVB举行万千新会颁奖典礼 不过论意愿的大咖程度的话 貌似向先生的号召力更加强呢 大批圈中的大派好友 以非常隆重的打扮硬要道场 堪比金像奖的红地毯 包括红金宝 红天明父子 曾志伟 杨寿成 任达华 琪琪 杨千花 丁子高 吕良伟 杨小娟 谭耀文 徐克 黄美云 黄浩然 张志玲 袁永仪 杜琪峰 林建月 关志玲 刘青云 郭矮明 邱淑珍 还有古天乐 另外 陈小春跟应彩儿 也含有的带着儿子Jasper 盛装到场 可见他们非常重视 向华强的吃玉之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 够了够够够的全部内容